那个衣衫褛褛的小男孩走到一堆可口的美食前 忍不住地拿起了餐具 就在两人大快躲一时 突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眼前的女孩突然瞪大了双眼 身体忍不住地颤抖起来 男孩疑惑地顺着姐姐的表情缓慢地转过头去 只见一个可怕的黑影出现在身后 女孩赶紧带着弟弟悄悄躲进后处 机智地关上所有灯光 然后一路小跑躲到橱柜后面 不敢出声 然而怪物还是闻着气味找了过来 弟弟忍不住地探出头往后看去 一只可怕的迅猛龙正透过门上的玻璃观察里面的前 男孩被吓得忍不住地叫出了声 赶紧躲了回去 然而下一秒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一只力爪打开了大门 然后用头撞开了大门走了进来 紧接着发出刺耳的叫声 很快同伴听到叫声就打了过来 一番交头接耳后开始寻找猎物 女孩见情况不妙 赶紧叫上弟弟一起逃跑 只见两人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 不敢发出一丝响声 迅猛龙突如其来的叫声 瞬间吓得两人不敢动他 好在近在咫尺的怪物并没有发现他 两人瞅准机会 继续往前爬行 可突然 两人快速地跑到柜子后面躲起 男孩快速捂住身后的勺子不敢动他 然而就在怪物没有发现他们把头往后伸势 意外发生了 响声瞬间引起两只怪物的注意 他们跳上了橱柜开始寻找 姐弟俩继续逃跑 可弟弟突然愣在了原地不敢动他 见弟弟没有跟上 姐姐赶紧连连招手示意他快点过来 可弟弟早已经吓傻了不敢动他 而此时怪物也来到弟弟身后 就在他们即将发现男孩之时 一阵敲击声吸引了怪物的注意 原来是姐姐为了救弟弟从而引走怪物 紧接着女孩躲进一旁的通道 却发现柜门怎么都没办法关上 然而怪物正以百女冲刺的速度往这边冲 跑在怪物撞上的是女孩的道路 巨大的冲击力让怪物早递不起 女孩趁机从柜子里爬了出来 弟弟瞅准机会 赶紧起身逃跑 但还是被另一只怪物盯上 最后姐弟两合力成功将怪物锁在了外面